据小伙伴科普 前天18号点评的黄金丑丑衣 竟然需要5000到2万才能抽到 为什么不去抢呀 国际服的抽奖真是比国服还夸张 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看蓝装吧 你别说平民款好看的还挺多 第一套赤龙搏击者 非常中国风的一款皮肤 还有一套名为黑龙搏击者的衍生款旗袍 永久版售价要900UC 也就是100块人民币 算是比较便宜了 第二套赤丸 比较偏日系 上身的金龙和盔甲挺好看 裤子稍显逊色 不过也勉强凑合了 第三套优雅哥特 简简单单的萝莉套装 全黑色 和下一套诱惑小红帽 在风格上非常类似 只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种 第四套蒙物少女 一个在现实中非常火的水手服 就是这个鞋子 谁穿水手服配这个鞋子呀 第五套 我靠 这是丧尸吗 污染了我的眼睛 第六套性感哥特 一个成熟风的女性套装 不过 十八号觉得还是男生穿着更有感觉 你看我这强劲的肌肉 满不满 第七套 杀秋竞素折 有一说一 这个虽然普普通通 但是盛在廉价 我刚领完的代币 购买十套 良性 第八套 诶 一个囚犯服 穿着这个跳监狱 肯定欲身杀神 什么 他竟然叫欢乐童年 我晕 第九套 灼热魅力 说实话 这套衣服在国府肯定过不了神 你看着上半身 谁踢足球非要把肚子露出来 就算是拉拉队也得 诶 编完性之后好像不错 第十套 黑药石仙子 我算搞清楚了 蓝装下面的皮肤全部需要变性 不然就会跟我一样 唉 造孽呀 这 还好我的角色不是黑卤蛋 好了 由于剩下的几套完全没有个性 十八号就略过了 下一期带大家看看枪械和载具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大家拜拜